娱乐圈中 明星们的生活一直都被受公众关注 而当涉及到顶流明星赵丽颖时 这种关注似乎变得更加癫狂和炙热 她的每个举动都像是引爆了一颗炸弹 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 在她的感情生活中 有两个男人格外引人注目 初恋情人陈晓和前夫冯绍峰 这两位看似毫无瓜葛的男神 却因为同一个女人而纠缠不清 当初赵丽颖和冯绍峰官宣离婚时 整个娱乐圈都震惊了 然而我们要去回顾一下就会发现 其实陈晓早就在无意间透露了这个结局 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句话不仅揭示了赵丽颖的真实面目 还直接点破了她们离婚的真相 故事要从2010年讲起 那时的赵丽颖在圈内还是个无人问津的万年女配 而陈晓是于震刚刚签下的新人 她虽然有大山背靠 但在圈内的地位冲击量算是个18线小生 两人第一次合作就是在公所株连中饰演一对B1鸳鸯 戏里她们恩爱缠绵 但最终却因为生死而分离 在戏外她们却是从第一眼就互相看不顺眼 赵丽颖给陈晓的第一印象就是高冷 当她们见面时 她只是淡淡地打个招呼 然后扭身离去 而陈晓给赵丽颖的印象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就知道嘻嘻哈哈没有一点稳重 身为一个大男人竟然还边喊边跺脚 赵丽颖对陈晓的第一印象非常不好 然而命运总是捉弄人 她们再次合作的机会来了 这一次是在《神雕侠侣》中 这一部剧让她们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 逐渐打破了彼此的偏见 在拍摄的过程中 她们发现彼此原来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的冷漠或喧闹 陈晓逐渐发现了赵丽颖的温柔和真诚 而赵丽颖也认识到了陈晓的成熟和才华 她们从初见冤家变成了心动的恋人 然而命运又一次考验了她们的感情 当时赵丽颖在拍摄《花千古》时与冯绍峰相识 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 在这个过程中 赵丽颖逐渐发现了冯绍峰的温柔和体贴 而冯绍峰则深深地被赵丽颖的漂亮和才华所吸引 最终她们决定结尾夫妻 赵丽颖成为了冯绍峰的妻子 这样的结局对陈晓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她曾经对赵丽颖说过的一句话 如今似乎成了预示着这个结局的预言 你没有青春 只有你的选择 这一句话让人不禁思考 赵丽颖是否为了自己的选择而放弃了青春和初恋情人陈晓 总结起来 赵丽颖与陈晓之间的感情曲折而复杂 注定了她们之间的结局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然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取舍 赵丽颖也不例外 她选择了冯绍峰作为她的终身伴侣 也许这是她对自己未来的最好期许 无论如何 我们都希望她能够在感情生活中找到幸福 最后 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在爱情面前 我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 请留下你的评论 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建议 两个人相遇的时候 可能谁都没有想到 她们之后的关系会变得这么的亲密 她们的影视作品中的合作不算太多 也没有太多的交集 但在某些特殊的时刻 她们的默契和亲密程度却让人大为惊喜 她们是谁呢 就是演员陈晓和赵丽颖 虽然两个人在《公所珠连》中出演的戏份不多 但是她们在《陆珍传奇》中的演出受到了观众的高度评价 此后两个人成为了热门的情侣搭档 让观众们大呼过瘾 她们站在一起非常般配 曾经被网友们亲密地称作金童玉女 但是很遗憾 两人最终还是分手了 尽管如此 她们在剧组中的互动却让人感到了十分惊喜 她们拍戏的时候长期共处 早已经建立了默契和亲密感 并且还经常为对方庆生 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人总是会共同收看手机 必须手牵手合照 她们的亲密关系 已经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虽然她们已经不再是剧中的情侣关系 但是她们的亲密程度却没有减少 当明星们的感情走向成为公众焦点时 她们往往会避免回答问题 或者直接否认 但是她们的所作所为 往往会揭示出真相 就比如陈晓和周冬雨 在电影节上的不同表现 以及陈晓和赵丽颖的种种互动 这些行为是否透露出 她们之间的关系呢 陈晓多次公开表示 对赵丽颖的欣赏 两人也在公开场合牵手 并秀出了甜蜜恩爱的模样 但是当被问及是否在一起时 陈晓竟然否认了这段关系 甚至说这是炒作 这种做法引起了赵丽颖的不满和困惑 她还是选择了大方的分手 然而陈晓却认为自己是以大局为重 却不知道这种态度 一直在伤害着赵丽颖的心 入选精英女神后 赵丽颖在接受采访时 公开宣布自己已经单身 给陈晓一个猝不及防的打击 这样陈晓大吃一惊 也表明了她对赵丽颖的误解 事实上在两人关系亲密时 陈晓就曾经透露赵丽颖的性格缺陷 这种做法不仅令人疑惑 还可能让人怀疑她是否配得上赵丽颖这样的女神 总之在明星圈中 感情的走向往往是复杂多样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能真正地珍惜另一个人 那么他们的关系就注定不会长久 因此明星们需要慎重对待自己的行为和说话 以免误导粉丝和迷失自己的方向 那么你对明星们的这种行为和说话有何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两位明星赵丽颖和陈晓的感情故事 备受人们关注 两人从最初的互相讨厌 到相处中途的性格不合适 再到最后的执意走到一起 这一段感情历程中 种种状况都在说明两个人不合适 然而他们的分手 却不像表面上的那么简单干脆 赵丽颖为了还人情 只好答应客串电视剧《神雕侠侣》 每日看着前男友与别的女人亲亲我我 还要忍受漫天的舆论压力 而在剧组的相处中 两人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时光 仿佛回到两人相识之初 然而两人最终还是做出了彻底决断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外人不得而知 而现实中 陈晓则与陈希妍疯狂互动 从宣传剧情到私人祝福 一如既往地让大众搞不清楚 陈晓的真实目的 这样的明星感情故事 不由地让人思考 明星们在追求爱情和视野之间 该如何平衡呢 陈晓和陈妍希的恋起 引起了众多观众的关注和质疑 尤其是陈晓在陈妍希受到质疑时挺身而出 让人不禁猜测 两人之间的关系 是否只是英雄救美情节中的一部分呢 然而 事实却出乎意料 两人被拍到共同进出酒店 关系已经不再纯粹 此外 陈晓对赵丽颖的躲避态度 也让人看清了她的真实面目 然而 当面对陈妍希时陈晓仿佛变了个人 第二天就公开了恋情 并在几个月内迅速结婚 婚礼上的宣头杀名场面更是让人难忘怀 看起来陈晓已经完全放下了过去 开启了新的生活篇章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或许只有陈妍希才是最清楚的内幕人 在求婚前几天 陈晓突然点赞前女友的动态 而陈妍希紧随其后 点赞赵丽颖的采访视频 有趣的是 采访内容是关于 绝不会与前任成为朋友 陈妍希的这种变相警告 似乎阻止了陈晓的不安分小心思 两人的婚礼顺利完成 成为了众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然而不到一个月 陈晓在机场大哭 无法通过安检的消息被爆出 在采访中 她表示这是因为陆哥压力太大 导致情绪崩溃 但当记者提到赵丽颖时 陈晓的眼神开始躲闪 表情尴尬 最终只能当作没有听到这个话题 关于陈晓对陈妍希是否真爱 外人无从得知 但是两人第一次见面时 陈晓就认为这个女孩很适合结婚 显然无论是赵丽颖还是陈妍希 陈晓都对她们有着特殊的感情 这引发了人们对陈晓内心真实感情的猜测 无论如何 陈晓和陈妍希的婚姻仍然是人们羡慕的对象 她们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和争议性 值得继续关注 最后 你认为陈晓和陈妍希之间的感情是真实的吗 请留下你的评论 陈晓与赵丽颖的感情经历 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初心与事业的矛盾 陈晓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 顺利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并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而赵丽颖则不愿落后 她并未全身心地陷入感情中 而是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成为了圈内的拼命三娘 通过一步又一步的高分作品 赵丽颖的事业不断飞速发展 事业走上巅峰的她 却没有忘记照顾自己的感情生活 她与冯绍峰合作多次后 迅速结婚生子 或许是因为二叔的角色 给人的印象太过强烈 赵丽颖渴望一个肩膀可以依靠 即便对方是一个以花心闻名的浪子 她也没有动摇 然而事实证明两人终究不合适 赵丽颖个性强势 事业心重 无法安心回归家庭 即使有了丈夫和孩子牵绊 也挡不住她追逐事业的雄心 像赵丽颖这样有远大目标的人 注定无法困于情感琐事中 一个大男人干嘛这么矫情 面对冯上峰的撒娇讨好 赵丽颖只感到厌烦 而冯上峰看着妻子 事业突飞猛进 多少也会感到不适 这项矛盾无法化解 两人只能走向了离婚 多年前 陈晓的评论似乎已经预示了这一切 离婚后的赵丽颖 再也不会对男人抱有渴望 她拥有了孩子和事业 没有男人在身边扰乱她的生活 她早已成为了人生赢家 而陈晓和陈燕熙则多次陷入离婚传闻中 无法自拔 总结 陈晓与赵丽颖的感情经历充满了许多矛盾和挑战 两人的不同追求和生活态度导致了他们的分离 赵丽颖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而陈晓和陈燕熙则陷入了感情的波折 从这个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追求事业和感情之间常常会遇到困难和抉择 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既实现自己的梦想又能够拥有幸福的家庭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如何在事业和感情之间找到平衡 你有什么建议或经验可以分享吗 陈晓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 他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演员 但是却总是被关以眼里没有光 婚姻不幸的称号 他的演技虽然还算不错 但却无法与如今地位崇高的赵丽颖相提并论 他和赵丽颖曾经是一对恋人 但最终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如果当初他们能够不顾一切地走到一起 那么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可惜我们不能回到过去 因为陈晓从一开始就没有将赵丽颖 看作是他的婚姻伴侣 他们的分手只是时间问题 无法逃避 陈晓的婚姻一直备受关注 他曾经的婚姻并不幸福 这也成为了他的标签 无论是在媒体上还是在大众心目中 他都被视为一个不幸的男人 他的演艺事业一度受到了影响 但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选择偶尔付出拍戏来获得一些关注 尽管如此 他与赵丽颖的差距依然巨大 这也让人不禁思考 如果当初他们能够在一起会怎么样呢 很多人都认为 陈晓和赵丽颖是一对天造地社的CP 他们在电视剧《花千古》中的甜蜜合作 令人难以忘怀 他们的化学反应令人惊叹 让人们相信他们会走到一起 但可惜的是 这只是一部戏剧 现实中的陈晓并没有将赵丽颖当作他的婚姻伴侣 分手对于任何一对情侣来说 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陈晓和赵丽颖也不例外 他们的分手是早晚的事情 他们的关系并没有走到可以结婚的地步 或许是他们之间的性格不合 或许是陈晓对婚姻有着别样的想法 总之他们的爱情并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回顾过去 我们或许会有很多的如果 如果当初他们能够不顾一切地走到一起 也许他们的结局会不同 但现实是残酷的 我们无法改变过去 只能接受现实 陈晓和赵丽颖的分手 注定是他们命运的一部分 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爱情并不是唯一的幸福保证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和理想 或许陈晓的婚姻不幸并不完全是他的错 也许他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人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失败而责怪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道路 我们应该尊重他的决定 也希望他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幸福 最后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爱情是否真的能够保证幸福 或许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 找到适合自己的幸福之路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